首先今天基本开始说这个导论的部分 导论的部分我想有几个问题去交代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文学史 关于文学史 我不知道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这个什么叫做文学史 文学史这个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 就有一个所谓的文学史这个东西 你就是你把那些起古代那些著名的文人于地下 你问他什么叫文学史 然后跟他说你是文学史中之人 或者你是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可能是瞠目不知所对 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这个概念 文学史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晚近的 后代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概念 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文学史 那文学史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多很多史 一个当然是所谓文学 一个是所谓史 那首先讲这个文学 文学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来理解 这个其实文学可以简单讲 我从最基本的讲 可以大概有两个意义上的理解 一个少谓狭义一些 一个广义一些 狭义的来说我们讲什么叫文学 那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文学就看成那些文学作品 文学的文本 这个是所谓那些所谓的文本 是所谓的文学 这个是文学的文本 然后那个不是文学的文本 对不对 这个当然其实有问题了 我下面再说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呢 可能就不仅仅把它看成一个文本的问题 是把文学看成整个的一个什么呢 看成一个活动 是一个文学一个活动 文学是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包括什么呢 因为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上过文学概论之类的课吧 文学导致 那文学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文学需要有人进行创作 需要有人进行创作 创作了之后要形成一个文本 然后这个文本要流传 然后要有人去读它 读它以后会有反应 那会对它有评价 然后会对后事会发生影响 对后事的读者 或对后事的作者 都会发生影响 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学 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文学的活动 或者文学的过程也可以 那么我想这两个 可能相对一个狭义一些 相对一些广义一些 但是呢 这个即使是这个比较广义的 所谓文学活动 我想这个当中 这个文学文本或者文学作品 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点吧 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 那么所以这个文学 文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抓住文学作品 因为我们 如果我在这里讲文学 这个我完全不讲作品 我就在开始跟你讲 说去愿如何如何 李白如何如何 这个 曹雪芹是怎么样一个人 鲁迅是怎么样一个人 那 说不定也是很有趣 但是你们听到最后说 我知道了很多这个作家 但是文学在哪里 可能就会 甚至有的时候 说到这个人的有趣 有些文学家是很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 文学家甚至 说不定没有一个政治家 或者没有一个哲学家 还有趣 作为一个人来讲 他的整个的这个生命过程 生活的那些故事 可能还没有 其他人有趣 所以这个 如果讲文学家 当然是这个文学活动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恐怕 很难是文学史的一个中心 文学史的中心 即使是用广义来 一节文学活动的话 文学作品可能也是 文学史所要处理的 一个中心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 首先我想提一下的 那么文学之后呢 后来是这个史的概念 什么叫做史 这个史我们现在一般 如果最简单的讲 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吧 用基本的常识来说 是相信是在过去的 那个时间的过程当中 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那些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 一个所谓历史的事情 那么所谓的文学史呢 有些人就是说 在过去的历史长河当中 曾经产生过那些作品 或者以这些作品为中心的 那些文学活动的一个过程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要文学史 所交代的这个内容 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 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 所谓的文学的文本 直接的文学文本 联合在一起的话 你怎么构成一个文学史 事实上这个 有一些文学作品之间 是有联系的 有很多文学作品之间 其实是并没有联系的 是没有联系的 比如说后代的一个诗人 比如说宋代的一个诗人 他是所谓 比如说宋代有一个叫 江西师派 这个没有关系 你们了解的同学当然好 不了解也没有关系 但是他江西师派 江西师派的诗人 对他来说 他们是讲一组三宗的 他讲组宗 要追溯他自己的一个文学的渊源 文学的传统 他找到那个 他所谓的一组就是杜甫 所以对他们来讲 杜甫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 这个对他来讲 当然这个杜甫的作品 和他们的作品之间 就是有关系的 这个作品之间 是可以建立一些关系的 但是换一个人 我不知道随便找一个什么人 比如说 我不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谢灵韵 比如说谁 有没有关系 当然也会有关系 但那个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绝对不能跟杜甫一样比 而那个之间的关系 可能非常的疏远 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他跟一个 我不知道 比如说 或者一个至怪作品 这个之间构成什么关系 对不对 六朝的至怪 这个构成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作品之间 简单讲 一个文本和文本之间 要构成一个关系 把这些作品 一个个作品连续起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历史 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那么有些文学活动 是不是这样 发生的一些文学事件 是不是这样 这个都很难这么说 比如说唐代 这个李白和杜甫是见到过的 这个白鞠和袁整是好朋友 这个韩玉和孟娇 是一起连聚 做诗 你做一句 我做一句 是这样的 那你把这些东西连起来 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文学事件简单的连接 是不是一个历史 其实这是大可怀疑的 是有大问题的 那么 所以就是说 简单的那些作品 或者简单的 所谓的事件 文学的事件 或者文学的活动 这些事实 你把它联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是一个文学史 这个其实是 这是有问题的 那么怎么才是一个文学史呢 其实是这个所谓的作品和作品之间 所谓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事件之间 是要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性的 文学史是要建立一种 这种内在联系性 才能够说服人 才能构成说 你看 这个是一个有关系的一个过程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那里 需要有内在联系性 需要把这个很多的文学事件 或者文学相关的这些活动 要连续成一个序列 所以这个首先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叙述的问题 是一个narrative 是一个叙述 当你说这个是一个叙述的时候 就不是说非常简单的 说这件事情 你实际上是要在一个事情 许多不同的事件之间 建立起一种关系 这个关系是一种有意义的关系 起码是你可以理解的关系 是你可以解释的关系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里边是有什么 有主体的判断 主体的意识在里边的 对不对 是有主体的意识和主体的判断在里边 为什么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是有关系 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 追溯这件事情的因 和讨论这件事情的果 不同的人可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你面前 我去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你看到两个同学在那吵架 然后你在边上听两个人吵 吵了大概你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但是不同的人根据对这两个人 对你同学不同的了解 你追溯说这两个人为什么吵架 重点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是完全不了解这两个人的关系的 我就只看到他们在争什么问题 但是了解这两个人的可能说 这两个人以前有机缘三个月前他们吵过一次 或者另外你了解的更多的说 这两个人性格就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性格很不一样肯定会起冲突 所以实际上你要追溯一个事情前后的关系 你要建立起一个前后的关系 建立起一个因果的时候 那这个主体的主 讲得不好听 这个主观性 你自己主体的那个解释 主体的意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一句 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的话 就是文学史这个东西 所谓的历史 我们不要一看到史 就是所谓绝对的客观 绝对的事实的 实际上它是后代人建构起来的 之后 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史的很多的理解 很多的解释 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文学 这样一个作家的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风格 这个 的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文学思潮 实际上都是给予它的解释 给予它的解释 这个解释的 解释的部分和历史 真实 真实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是 结合在一起的 当你要做一个叙述的时候 当你要连接一个序列的时候 这个两者是结合在一起 构成这样一个 构成这样一个序列的 所以文学史 我说一句 如果可能有点过分的话 文学史实际上 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 文学史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 甚至它首先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事实俱在 事实都在那里 我们都知道 李白肯定比杜福大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会这么说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来理解 李白和杜福的关系 怎么来理解周围人的关系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 来做判断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文学史 其实文学史是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文学史是一个理论问题 其实很简单 你站在历史史实当中 你看那个文学 其实是完全是不对的 钱中苏先生有一篇文章 叫《中国诗与中国话》 收在他的七岁集里 那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非常博学 那他里面举到一个例子 我那时候读 很早的时候读他那文章 我对他那些丰富的材料 涉及到例子很有意思 他里面就讲到 他说你千万不能相信 一个历史事实 当时发生的 比如说一个文学场景 当时发生的时候 那个里面 当时人的那个评价 你千万不能相信 他说你看 比如说你看旧堂书 你整个看了旧堂书以后 你知道 根据旧堂书的观点 钱中苏先生的概括 根据旧堂书的观点 唐代哪一个作家 是最伟大的作家呢 不是李白 不是杜甫 不是白居 是一个叫吴云 是一个道士 据说是和李白是认识的 他说旧堂书里面 所有人对一个人的文学才能 最高的赞欢备至 我记得钱中苏先生用的是这个词 赞就是赞扬的赞欢 是欢乐的欢 赞欢备至的 这样的表扬 是给谁的呢 是给这个吴云的 是给吴云的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判断吗 那肯定不能够接受这个判断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在我们所理解的唐代的诗歌史 唐代的文学史里面 完全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谱系 文学的谱系 所以实际上 我这个讲什么 就文学史其实很多的 这是一个常识 我们很多的文学史实际上都是站在文学史之后的 站在那个时间之后 是后代对前人的一个判断 用钱中苏先生的讲法就是说 有的时候是怎么 野孩子认父亲 野孩子认父亲的 就是说 我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 我要把自己纳入那个传统当中 我就认 哪一个是我的先驱 哪一个是我的精神上的引导者 那是一个重要的 那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家 我是借的那个传统来的 实际上它很多是这样 文学史的很多观点实际上是站在 它那个立足点是站在 发生过的文学史之后的 那这实际上就可以说 其实这个里边 当然我不是说你可以编造出一个 真正有李白真正有杜甫 对不对 你不能倒过来说杜甫的年纪比李白大 你不能说中国文学史上没有李白杜甫 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但是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站在这个之后 回过头去看 看到的一个理论的问题 那站在一个立场上来 来做一个理论判断的问题 做一个学术的一个理论的判断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点是需要给大家首先提一下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或者接受这样的一种看法 但是如果你们不接受也可以 那我只是想提醒 就是说其实文学史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的方式 不同的观察文学史的方式 这个方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差别 或者说不同的时代 有人需要重写文学史 对不对 一代要重写文学史 然后不同的人会对文学史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很主要的一点 是说那些作家当然都存在 但怎么理解它 怎么来把它放在那个历史序列里来看 实际上首先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首先是一个站在什么样立场上来观察的问题 第二个我想提一下文学的观念 我们刚才讲的文学史 是重在文学和历史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上 那么刚才也说了 所谓的文学 粗浅的讲当然可以看成 狭义的可以看成是文本或者作品 广义的可以看成是它一个文学的活动 但是比如说文学 简单就讲文学作品 你怎么来判断 这个是一个文学的作品 那个不是一个文学的作品 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文学史上要讲 我们讲很多的 整个中国文学上有很多是 有所谓的核心文类 对不对 核心文类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暂去主导地位的一些文体 你所谓的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文人 或者说用过去的话来讲 你是一个文人 或者说你是一个文学家 你首先必须擅长这一种作品 这一类的文本 你才是一个作家 你比如说早期的那些人 比如说汉代人 你写富 如果你都不会写富 你算一个什么文人 唐代 你说你是一个文人 你会写诗吗 你不会写诗 你算是一个什么文人 到了现代 就是我说五四以后现代 我们一想到 说这是一个文学家 我们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如果是个文学家 这是一个小说家 对不对 当然当代我就不知道了 当代说这是一个 现在经常 我偶尔会看一下电视 然后突然介绍说 这是一个作家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可能只是在网上写一些 小文章或者写专栏的人 所以我 当然我不是 我这是很客观地在讲这事情 就是说每个时代 是有不同的核心的文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史 如果一个古人早一点 比如说十九世纪 你跟他讲 要建立文学史 那个时候 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完整的文学史概念 但是他也会有文学历史的 这样一个意思 你问他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考虑 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的内容 在那时候都不存在的 什么我们现在讲文学史 当然我不讲了 那讲到后来 你们最后肯定要会讲到 什么水浒 最近在放这个水浒连续剧 那个水浒 红楼梦 对不对 但是你问一个十九世纪的文人 如果说你的文学史 他怎么会把水浒放在里面 怎么会把红楼梦 这哪是文学 根本不是文学 所以这个什么是文学文本 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每一个时代 有每一个时代的这个看法 是每一个时代 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 所谓什么是 判定什么是文学 其实是一代一代 不同的文学观念 比如说那个顾斌 你们知道吧 顾斌 那个顾斌是德国的 他就说中国当代文学 是垃圾的 其实他是一个 很认真的学者 然后我跟他也还算 这个前些年还经常见面 他那个时候 有一次说一句话 把我吓一跳 他说中国的文章 中国的散文 他说中国散文是什么 中国散文是从唐代才有的 我一定说 中国散文怎么会 从唐代才有 没有 我理解不了这个意思 后来我理解他的意思 他实际上指的是 中国的古文 我们所谓讲的 所谓唐宋古文 那个古文 这样一种文章 是唐代才有的 所以在他的概念当中 虽然我们听得很奇怪 但在他概念里很清楚 他认的是说 古文这种东西 是可以做文学当中的 散文来看待的 所以这个是从唐宋以后才有 之前虽然有很多人讲 就是说 莫里来的喜剧里面就讲 什么叫散文 我现在才知道 我说话就是散文 那种散文 这个之前虽然有 但是其实 在顾宾的概念当中 可能它不是一个文学的 不是文学 文学范畴里的 不是文学史里 应该讨论的那个散文 对不对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我不是同意他 我只是说 其实个人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他实际上是判定 什么是文学 什么不是文学 什么属于一个文学的文本 和什么不属于文学文本 实际上是 有很大 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的 不管是 不管是你认 认什么是文学的散文也好 还是说认小说 是不是文学史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好 这些都是不同时代里的一个判断 那么回过头来 包括文学这个概念也是 文学这个概念也是 文学这个概念 这个 在中国传统当中很早就有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个文学的概念 并没有那么的久远 因为文学最早 比较大家认可的 比较通用的 比较认可的一个观念 是什么 很早就有 在论语里就有 论语里有所谓孔门四科 孔子门下有好多的弟子 比如说他这些弟子 是分不同才能的 这个人是 他这个德行很高 这个人正是 德行正是言语文学 第四是文学 所以你们看那个诗说信语 你把诗说信语打开来 你看头上也是这四篇 德行 言语正是文学 这四个 所谓孔门四科 这次就有文学 然后这个文学的概念 其实那个时候 非常的流行 大家都认可 那这个文学指什么呢 实际上是包括 很多古代文化的那种文献 这个是一个 包罗相当广的一个概念 并不是一个有限 那么这个里边 孔子 孔门四科里边 论语里面记载 讲孔门四科里边 这个孔子的一个 其中有一个弟子 是特别擅长这个学问的 就是说 那叫子下 这个 不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 子下 子下是非常擅长这个学问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子下 它真正 擅长的是什么 所谓它文学方面 通过这个论语 主要是这些论语的一些记载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什么 比如说 它确实 子下对于这个诗 我们现在讲的诗经 或者孔子这个时代 讲的诗三百 子下是有传承之功的 子下是有传承之功的 汉代的诗 有不同的文本 不同的解释 文本是有差异的 解释当然也有不同 我对这个主要有四家 鲁齐寒毛 有四家 有所谓四家 之前的鲁齐寒 可以讲是三家诗 到了这个毛 是所谓四家 它都有诗的 四家诗 四家诗里面 据说子下 这个鲁诗 是子下传的 毛诗呢 跟子下 也是子下传的 跟子下也有很深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子下 确实它传诗 它确实跟诗 我们现在诗三百 或者诗经 我们跟今天的文学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是认可这一点的 认可这一点的 那么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 这个其他的文献也是这样 比如说 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 和在传弟子记录的 记录的 那记录呢 它有不同的弟子 不同的这个传本 那这个记录里边 根据东汉 一个大经学家 这个郑玄的意见 说这个论语里边 有几个很重要的弟子 传下来的 这个论语的文本 构成了今天 这个论语的 这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郑玄其中 子下也是 论语这个成书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跟论语 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 礼 子下也传过礼 还有呢 没有传过 就是春秋 大家知道 春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书 原来是史书 但是孔子呢 是所谓 对这个 他是修传过这个春秋的 他修传过春秋的 当时一句话呢 这个是 当时是这么讲的 就是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是讲的 说他笔则笔 萧则萧 就是写什么 续除什么 删去什么 就是怎么写 怎么删 这些事情 笔则笔 萧则萧 萧是那个就是 博学的学 大家知道 写什么 去掉什么 子下之徒不能占一词 子下之徒不能占一词 当然子下没有参与春秋孔子 春秋的这个修传 但是从这句话 你也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旁观者 跟着这个 看着孔子来做这个事情的 当然别的事情 孔子觉得 你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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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的忙 可以做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行的 就跟现在 就跟现在一样 这个很多 这个老师 带着自己的学生 我们可以和谐论文 有些论文是可以和谐的 甚至可以学生执笔的 但是有些论文 这个不行的 这个是必须 只有我一个人 我自己来写 只有我的名字的 是这样的 但是子下也是一个参与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子下实际上涉及到很多的文献 它不仅仅是那个 它跟诗经当然有很深切的关系 但是不是仅仅这个诗经 所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文学 子下是文学里面的一个 怎么讲 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孔门四科 孔子门下 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这个重要的人物 他对于 其实它涉及的范围 不是仅仅我们讲的诗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文学 它是很多都涉及到的 所以那个文学的概念 是一个相当广的概念 就是 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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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主